先来看看效果 效果还真的蛮惊人的 再来一个 来看一下翻车的 这角度的处理还要加油 废话不多说 赶紧来说明怎么安装 第一步骤 环境检测及说明 按下键盘的Windows键加上2 叫出执行视窗 输入CMD后按Enter 来打开命令提示字元 在命令提示字元中输入 Python-version后按Enter 如果有出现3.10或以上的版本 你可以跳过Python安装步骤 再输入GIT后按Enter 如果出现的是类似这样的画面 您可以跳过Dtan装步骤 再输入FFMP之后按Enter 如果出现的是类似这样的画面 您也可以跳过Fampeg安装步骤 第二步骤 安装所需要的软体 来到影片下方 点开这里 按住键盘的Ctrl键 用滑鼠点开这两个网址 点第一个Python下载网页 这边的版本是Python3.10.11 把画面往下拉 点64bit的这一个下载 点储存 下载完毕后点开它 点执行按钮 将底下的这个选项打勾 点Install 开始安装 点Close按钮 完成Python安装 再按下键盘的Windows键 加上R键 输入CMD后按Enter 叫出命令提示资源 输入Python-version后 按Enter来检查是否安装无误 有看到像这样的版本就OK了 如果出现是这样的错误讯息 也确认刚刚安装底下 那个选项有勾选 将电脑重新开机 再测一次就会抓到版本了 Python安装完后 再来安装Beat 先把Python网页关闭 来到Beat网页的下方 要下载64bit这一个 点它下载 下载完毕后 点这边打开 点执行按钮 这边一直点Next按钮 点到开始安装为止 因为老阿贝之前有装过了 所以愿要不要覆盖 安装完毕后 取消这个打勾 点Finish 跟Python一样来检查看看安装有没有问题 按键盘Windows加R 输入CMD后按Enter 输入Beat后按Enter 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就表示安装OK 如果您出现的是这样 一样请将电脑重新开机 再这一次应该就抓得到了 正确安装完毕后 这两个就可以关闭了 再来安装Famepack 点这边下载 点储存 OK下载完毕 这个档案的格式是7zip 如果您的电脑已经有安装7zip 可以跳过7zip攀装步骤 点这边的网址打开7zip网页 一样选择64bit下载 下载完毕后 点这边打开7zip攀装程式 点执行 点install 点close 关闭网页 点这边来用档案 总管打开刚刚下载的Famepack 先找到你要解压缩出来的资料夹 老阿贝要解压缩到这个资料夹 按住滑鼠右键拖拉到这边 放开 选7zip 再选解压缩至此 解压缩完毕后 点开来看看 这就是刚刚解压缩出来的资料夹 点开它 再点开bin资料夹 再来把这一段文字复制起来 按住 按住Windows 2键叫出执行视窗 把刚刚复制的文字贴上 按确定来打开系统内容视窗 点进阶 再点环境变数 点Path 点Path 点编辑 把刚刚解压缩出来的档案总管叫出来 在这边点滑鼠左键一下 按滑鼠右键选择复制 把这边的路径复制起来 回到环境系统变数这边 点新增 在这边 把刚刚复制的路径按滑鼠右键选择贴上 按确定 按确定 再按确定 再来一扬了Windows 2键 输入CMD叫出命令提示资源 输入FFMP之后按Enter 有出现这样的画面表示安装成功 如果不是的话 仅重新开机 让刚刚设定的Path产生作用 记得开完机再测试一次哦 再来安装最后一个软体 点微软西加加生成工具网址 点这边下载 按储存 下载完毕后 点一下打开 点执行按钮 点继续 会跳出这个视窗 我们要安装的是这个部分 点这边打勾 按下安装按钮之前 如果您对您的网络 有信心的话 可以选择再下载时安装 老阿贝没信心 选择全部下载后安装 对了 再强调一下 如果没有更改安装路径的话 这边的安装会占 西层快9G的空间 OK 开始安装 这边大概等了30分钟左右 安装完毕 点确定按钮 点关闭 再点关闭 第三步骤 安装root 打开档案总管 选择一个要安装root的位置 假设老阿贝要安装在这个位置 在这边点一下 输入CMD后按Enter键 回到影片的下方 把这段root下载文字复制起来 回到命令提示字元 在命令提示字元里头 点一下滑鼠右键 就会将刚刚复制的文字贴上 贴上后按Enter执行 执行完毕后 确认这边没有任何的错误讯息 就可以回到影片下方 再把这一段文字复制起来 一样回到命令提示字元 按滑鼠右键贴上后 再按Enter键执行 执行过程老阿贝这边 花了12分钟左右 执行完后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讯息 因为先用CPU来执行 所以这边先忽略不处理 再回到影片下方 点这个连结 点下载 点这个按钮 将它储存到您刚刚安装入柜子的 入资料夹里头 老阿贝安装在这个路径 点开入资料夹 这边的位置不能错哦 错的话会抓不到 再确认一下您的路径不能有中文 点储存 再来下载老阿贝的测试档 一样放到刚刚的位置就可以了 点这边打开档案总管 会来到您装入的目录底下 将老阿贝的测试档解压缩出来 里面有一个短影片和一张图 因为这个软体目前对影片和图的相容性还没那么好 有些影片或图会出现错误或没反应 这张图和这个影片是没问题的 所以当出现错误或没反应时 可以来测试这张图和这个影片 就比较能判断问题在哪里 OK 回到上层目录 刚刚下载的档案在这边 这些都确定没问题后 回到刚刚的命令提示资源 这个先暂时放着 先来执行看看有没有问题 在这边输入 PYTHON空格 RUN.py 确认没问题后 按Enter 这边执行会要等一下 执行完毕后会跳出这个视窗 这是放影片的地方 这边放要换脸的图片 来试看看吧 点这边选择影片 来选老阿贝的测试影片 再来点这边来选择换脸的图片 这边有一个Preview的按钮 点它会出现Preview的视窗 这边可以拖拉 点TEST按钮 可以测试目前画面换脸的效果 第一次使用时 会下载一个档案 下载完后会继续执行 有看到脸换掉了吗 移动一下画面 再点TEST 注意看脸有没有换 这样就换掉了 真是惊人 再来这三个选项 就是字面上面的意思 没什么特别的 点这边的START 就会开始换脸 这个是换脸后输出的 影片名称和路径 这样就开始执行咯 幸运的话会出现错误 这个错误有的电脑有 有的电脑没有 太好了 这一台有 让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执行到这边 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讯息 请跟着以下的步骤解决 比较麻烦 但还是可以运行 先把这个视窗关闭 这边会回到 可以打字的状态 在这边输入这些指令 输入完后 按Enter 因为刚刚的错误 可能与实体的环境有冲突 这个指令是要建立一个虚拟环境 利用虚拟环境来执行 可能比较没有问题 OK 再来输入这个指令 来进入虚拟环境 这些指令也会放在影片的下方 输入完毕后 按Enter 这样表示 现在正硬坐在虚拟环境 来到影片下方 把这段指令复制起来 回到虚拟环境 按滑鼠右键贴上后 按Enter 这边会在虚拟环境 重新安装 大概等了10分钟 跑完后 如果有出现这个 把绿色的部分选取起来 点滑鼠右键复制 再点一下滑鼠右键贴上后 再按Enter 更新完后 就可以再次的输入这个指令来执行 ROOP 再来试看看咯 看起来没有出现错误了 虚拟环境跑起来会比较慢一点点 不过也还好啦 反正CPU跑起来本来就慢 这个ROOP也是当初来没多久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问题 以目前的状况 脸部的合成部分已经算很不错了 这软体是使用前几个影片 Google Style Drop中 老阿贝有提到的Reference Reference 就是利用一张图或极少量的图 当作参考 没想到AI会进步这么快 看来以后 Reference会大量的普及 Training则会往更高阶更专业的地方迈进 这边有每针花了几秒钟运算 可以让各位来比较看看 GPU的安装如果顺利的话 会在下个影片推出 安装上也是很麻烦 安装完后有时还不一定会用GPU来运算 不过若以GPU来运算的话 会比CPU快几十倍 这里的GPU指的是NVIDIA的显示卡 目前只测试过2060和4070 显卡记忆体至少要4G以上 GPU的版本并不是独立安装 这个CPU版本运作正常才可以继续安装GPU版本 至于AMD显卡 要Linux系统才能安装 老阿贝最近较忙就先不研究了 不废话了来压缩时间 跑完会出现这样的文字 打开档案总管来看一下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从头来说说如何启动ROOP 先把这些都关掉 回到您安装ROOP物录底下 点这边输入CMD后按Enter键 它有两种启动方式 如果你的实体运作没问题 直接在这边输入启动的指令 如果你跟老阿贝的电脑一样 只能在虚拟环境中运作 要先输入这一段指令 进入虚拟环境 指令会放在影片下方 这样就进入虚拟环境 再输入启动的指令就可以了 虽然这个ROOP目前安装比较麻烦 不过装好后对于它简单换脸的效果 还是觉得惊艳 现在声音 脸蛋都可以换 真的要小心诈骗啊 以后都要说通关密语了 最后还是提醒一下 不要使用这个换脸技术去做违法或伤害别人的事情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 对了 那个测试影片还有后续哦 多一张脸的话会变成复制人 大家都长得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